好 继续来关心今年第14号中度台风小犬目前中心位置在俄罗安比东南东方的海面 强度有增强的趋势也预估周三周四对台湾 尤其是花东地区的陆地天气影响最为明显 这项举业已经发布了海上陆上的台风警报 花东要慎防可能止暴警戒的超大豪雨 提防花东民众要做好防台的准备了 根据中央气象署指出 第14号中度台风小犬强度仍有增强趋势 并发布海上陆上台风警报 预估周三周四对台湾天气的影响最明显 东半部地区首当其冲 紧接范围扩大到东半部海面 花东要留意超大豪雨的止暴警戒 我们可以看到它大概会沿着在台湾南部 或是恒春半岛或是在台东跟恒春半岛之间通过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在这个台风 对花莲来说应该是避免不了 就跟上次海葵蛮类似的一个情形 不过这次目前看起来 中心可能会比较偏南边一点点 纬度偏比较南边 所以影响可能会比上次海葵小一点点的情形 明天从8点开始到下午2点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看到雨进来 我们可以看到在花莲这个整个地方 大概大概下雨大概都是30到40 平地可能少一点 大概山区大概到50一个情形 然后2点到晚上8点在山区的雨量会越来越多 可能会到70到90一个情形 到明天晚上8点到后天凌晨2点 我们会看到整个在花冬重谷三军淫封面的情形 我们可以看到雨更大了 然后后天2点到5号 清晨2点到5号早上8点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在花冬这个花冬重谷的一个情形 下雨其实是蛮强的一个 大概都会有达到130以上的一个情形 所以目前看起来我们要注意一点的 就是雨是可能会从明天开始会渐渐增强 然后比较强的时候就是台风中心靠我们最近的一个时候 就是4号到5号之间的一个情形 所以在4号到5号的晚上到5号的清晨 可能降雨会影响会比较大的一个情形 气象组表示 周三至四风雨最强 应避免外出 周五台风离开 山区等危险区域仍需留意安全 周末国庆廉假前半段台风远离 仍需注意应封面不稳定天气 提醒民众 将会前往山区西边暗季或海上安排活动 应提前做好防台准备 记者蒋邦彦华联系报导 我们下午下来